你知道日系的弯道王是谁吗 没错 马自拉6 而且还必须是老马6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 我觉得马6在我心目中就是高级交车的代名词 当年要是谁开着马6 绝对是被仰望的存在 而我现在开着这台呢 已经是12年的后期款马6 当时适合马自拉6锐意来同堂销售 所以它价格已经要便宜一些 那这台车还有没有昔日弯道王的风采呢 首先是动力这台车用的是一个2.0升的四缸自吸发动机 可能当年日系车的调校都是比较偏向于把动力放在它的初段 所以这台车一踩上去 哇 动力还挺猛的 低速起步的时候会有一些推背感 不过呢 到了中后段 你就需要更多的踩下油门踏板 把它的转速拉高来获取一定的加速力 所以日常驾驶还是非常的轻松 你根本不会想象到这些一台 只有147马力的2.0升四缸自吸发动机 再有一个是它转向 当时的这种液压注意转向真的是 在低速的时候非常的沉 所以当我们在到车柔库的时候 感觉像在练地力一样 当我们把车速开起来之后 它的转向的助力就要变得轻松 自然很多了 这台老马六的底盘呢 我觉得算是风韵犹存吧 整台车开起来不会有什么异响 而且在经过一些道路的接风啊 景观的时候 整台车底盘还是相当有质感的 所以我觉得4万多块钱 二手车能够买到这样一台老马六 开起来还是挺让人愉悦的 另外呢 这台车视野也是非常好 现在我把前台座椅放到最低 还是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前面的引擎 而且因为当时的老车都是偏向于 把窗线做的比较的低 所以坐在驾驶上 整个前向180度的视野都非常的好 所以这就很利于新手用来代步练手用了 确实啊 在开惯了现在那些世界包裹感很强的新车之后呢 再换到这样的老车 感受还是非常特别的 回顾马自达六在国内的历史呢 其实最成功的就是这代老马六 它的很多设计 现在看起来都并不落伍 尤其是它的这个前灯组 四眼式的头灯 非常的犀利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台车是一个后期款的车型 所以它的前脸有些变化 变得更加中庸了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它前期款那种 非常运动 非常个性的感觉 然后配上它当时有一款 就是不对称造型的轮毂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被它种草了吧 你永远可以相信马自达的调色 虽然说这台老马六不是混动红 但是它这个红色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正 我觉得马自达所有的车都应该选红色才对 那种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真的是挡都挡不住 在老马六一炮而红之后 一汽马自达是很快的再推出了它的衍生车型 有先辈式尾门的马六轿跑和旅行车的马六瓦根 当时马六瓦根它的关价是达到了246,800 后来的故事里面都知道了 马六旅行根本就没卖出去多少 不过正是因为它的稀有程度 现在它的二手车航行要比三三版的老马六 坚挺很多 一台06年的马六旅行 只要成色还过去都要卖到7万块钱左右 打开它的后备箱 这台老马六用的还是当年那个时代的车子 才有的液压停杆的后备箱 没别的就是高级 11万多公里老马六这个方案盘 其实已经磨得快包张了 然后就是这个方案盘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现在很多主打运动化的车子 都尽可能来缩小它们气囊包的占地面 这样的话看上去会更加的通透 而这台接近20年前的马自达六就已经用上这样的设计了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马自达它们在驾驶方面的一种设计上的前瞻性 这台车用的是一个现在已经非常罕见的蛇形挡霸 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从P挡拉到D挡 当我们熟悉它的这个换挡的位置之后可以这样直接拉到底 然后再从D挡直接往上推回到P挡 那现在的车可能会用一些电子挡霸来节省这样的一个空间 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这种蛇形挡霸它的便利性还是无可取代的 在这台老马六之后就是换代的马自达六锐翼了 说实话那是一款挺失败的车子 它是准备往舒适性的方面来转型 但是呢当时它空间还是非常小 而且在那个年代B级轿车的这种空间军力竞赛是已经开打了 最好的例子就是八代的本田雅德 所以呢马自达六锐翼就是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好在后续再换代的阿特兹是及时的修正了它的定位 还是一款主打运动和操控的B级轿车 它的动力底盘包括放用机都是基于马自达的创世燃天技术 那台车驾驶起来的协调性 我觉得只有是极高水平的工程师才能造成那样的车子 近10到20年汽车的空间尺寸的增长速度有多猛 看看这台车就知道了 这是一台马自达六大概是03-04年上市的车子 一个标准的B级轿车 现在的空间大概也就是一个入门的紧凑型车的水平吧 不过呢还是要考虑到这台车现在卖的价格 四万多块钱我觉得能够舒舒服服的坐上四个人 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件事情 老马六在国内卖了12年 真正是12生肖一个轮回 而如果从14年开始算起 其实阿特兹在国内也卖了接近10年了 所以马自达就是这样 新三年就三年 缝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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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再推荐你去买现款的阿特兹 去年一期马自达退市 长马自达接盘也基本算是给阿特兹做了一个体面的高别 对于马自达我想说的是大人时代变了 汽车的电气化进程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快 这让那些燃油运动型车的生存变得非常的艰难 而马自达对于电动车是有什么态度呢 不说是嗤之一鼻 但至少也是相当的敷衍 看着他们的CX30 EV 因为简单粗暴的油改变 然后被抬高之后非常激情的车身 光是看着都不忍直视 据说下一代的马自达6会变成一台大后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真的挺佩服马自达的勇气的 因为我真的想象不到一台后驱的马自达6应该卖给谁 但这一定算是一种工程师主义的胜利 扯得要远别忘了我们还是一档导购节目 这台一二年的老马6公里数是11万多公里 全球有座期 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现在价格呢是大概四万多块钱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很香的 作为新手代步练手用的第一台车 这种操控好的车子呢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更快的建立车感 同时这台车其实也没有那么爱坏 所以开个两三年之后再卖掉也磕不了很多钱 综合来说我觉得这台老马6还是很适合用做新手的代步用车的 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对这台老马6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 或者说私信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